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玉叔是被我逼着自己的 如果你答应我把我的嬴儿 送到她父亲身边的话 我就立刻在你面前自行了断 算是偿还 我对玉叔和你所做的一切 也算是把你我之间的恩怨情仇 了解了 母亲 不 嬴儿 别说话 以下如何 我不相信你 我不相信你可以抛弃荣华富贵 我不相信你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为什么 你为了什么目的啊 你完全可以不相信 吕郑会做出这样的牺牲 但是你总该相信 但是你总该相信 相信一个母亲 相信一个母亲 一个母亲 是能做出这样的牺牲的 是能做出这样的牺牲的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你现在要马上动手 好 你等着 你等着 我马上动手 母亲 儿儿不让你去 儿儿你可不走了 银儿 乖 不哭啊 你如此忍辱 将来怎么做一国之君呢 我才不想做什么一国之君 还要是二母亲 我这就去将来门卫 赶走叔父 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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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你别吓唬我 你到底要干吗 你可以冲着我来 你别对他呀 希望你遵守你的诺言 没想到吧 没想到吧 我今天 依然穿着这件金丝羽衣 原本 我是打算穿着它 嫁给我的如意郎君的 没想到 今天却要穿着它 在你面前了结自己 小川 我是做了很多坏事 但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我虽然归为豫朝王妃 也不过时宜痴情女子 哼 这是第一次 我看着一个人 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去 他是我杀的 不 他不是我杀的 他做了坏事 他应该付出代价 他应该付出代价了 怎么回事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跟着跟着 跟着 走路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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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怎么回事 只是 他们师徒二人 突然闯到我的院子里 无缘无故说要杀我 大人 幸亏你来了 可以让我幸免于难 你一定要为我申愿 你一定要保护我 大人 大胆 相王的人质 谁敢随意杀害 原来是将军 末将失礼 田武长 正是末将 三年前 自从将军失踪以后 我就投身了储君 如今我在相王的麾下 将军失踪多年 怎么突然在此现身 为何又是如此打扮呢 这都是吕智害的 我今天到这里来 就是要取他的性命 将军 此次我是奉相王之命 来提取刘邦的家眷 连夜押往广武 此时关系到战争的成败 所以吕智不能死 末将有军令在身 望将军成全 好吧 那我就看在相大哥的份上 今日暂且饶了他的性命 多谢将军 将军 自从你失踪以后 相王日夜挂念 他一直派人 到处寻访将军的下落 不如您此次跟我走一趟 去一趟广武 好让相王放心 也好 我也很想念他 那我就和你们一同 前往广武吧 来人 把他带走 是 是 且慢 拜托了 母亲 你的头没事吧 我的头还有点晕 对了 叔父 叔父 我母亲现在如何了 她和你的家人在后面的马车里 你最好待着别乱动 你最好待着别乱动 这样对你对他都好 替我拿着这把剑 别人问起来 你就说是我的持剑弟子 明白了吗 我估计 乃 怎么不 乱 就把 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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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大王 彭月屢屢袭扰良帝 我军的粮草难续啊 我也在为此事发愁 所以微臣以为 东西广武的战事 还是越早结束越好 启禀大王 末将已经把刘邦的家眷押来了 大王 刘邦的家眷一到 我们可以一计行事了 可是我还是不愿意 用他的家眷来要挟他 如此行径太古小人 不是大丈夫所为 大王 用敌方亲属为人制 自古就有之 并非是什么小人之举啊 如今 楚汉两军聚首东西两广 相持几月 多年的征战 让士兵们感到厌恶 人心似规 用敌方亲属 逼刘邦把兵 那是安天下之大事啊 是大丈夫所为 何必在乎什么小结呢 不要说了 大王 您那一个老朋友求见 老朋友 传他进来 来人 传 女朋友 小川 小川 哈哈 小川 小川 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 这些你得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和玉姬苦苦寻找 都没有你的踪迹啊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今天你我兄弟 要好好畅饮一番 大王 这里还有很多 紧要的公文要办呢 我们兄弟多年没见 如今想开会畅饮一番 还要比这更紧急的军务吗 是 大王 将军说得对 你还是先处理军务吧 小船 我是西楚霸王 凡事我说了算 哪轮到别人说三道四 今天你我兄弟 要好好开会畅饮一番 来人 在 白酒 是 痛快啊 今天不醉不休 大哥 今日小弟真是痛快 你喝一杯 小弟就陪你三杯 哦 贤弟今日喝酒 怎么如此痛快 酒喝得痛快 心里面才会痛快 来 说得好 来 来 来 小月 多谢 大嫂 请受小弟一半 曾计何时 小月都成了大嫂了 我们兄弟不讲那些凡文禄劫 来 喝酒 将军 我先敬你一杯 为你接风 多谢 痛快 真是痛快 贤弟 你应该讲 酷毙了 你忘了你是怎么教我的吗 酷毙了 酷毙了 好 将军 你为何须发须须 乍一看哪 我差点没认出你来呢 你认不出我了 我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不提了 小云 你过得好吗 你向王朝夕相处 真是天上人间 我羡慕你们 我好羡慕你们 玉哥 你可以给你心爱的人幸福 小月 小月 你可以天天陪在你心爱的人身边 可是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明明知道她就在那儿 可是我看不见 可是我看不见 我也摸不着 玉哥 你现在不仅有了鱼姬 你还有了江山 我祝福你 先帝 如今我在意的 只有鱼姬了 是 我曾经得到过江山 可又如何 诸侯们 楚强则投楚 汉胜则降汉 他们今日归顺我 明天又背叛我 如此日夜防备人心 太累了 只有鱼姬是真心对我 与我不离不弃 我只有在你的身边 才真正觉得轻松快活 贤弟 我们兄弟 今天 多喝几杯 来 相王 将军 兄弟久别重逢 应该畅饮淋漓才是 今日无以为乐 于姬院舞剑 真正 真正 是 君 我 快 我们 我 不要 我 不 我 不 不 我 你 不能 我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我们兄弟喝酒开心更重要啊 喝酒 大哥 大哥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听我说 日后 天下会被刘邦所得 你要早做打算 不然你跟小月都会遭到不测 贤弟 你说刘邦会得到天下 就那个厚颜无耻专程口识正能的小人 想跟我霸王争天下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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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弟啊 我看你是喝醉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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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认真的 小月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要不然你们会有性命之忧的 不要说了 刘邦今天只是小人得志 占了些便宜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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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羽啊 他一向是自负勇猛过人 不过呀 那都是匹夫之勇 来 我得到消息了 现在彭月在他背后 一直是骚扰不断 再加上他粮草枯竭 正是他覆灭的时候了 真是天佑大汉哪 汉王仁义 必得天下 来来来来 你我君臣共饮此杯 来 早上 大王 你們先下去吧 各位大人 大王今天不勝久力 我們就不要再打擾大王了 各位大人 請回家 回吧 是 什麼時候的事情 大王 你沒罪呀 大王 據消息呀 大王的家怨是今日到的廣爐 做了君王都自成孤家寡人啊 項羽可是暴躁之人 我家小在他手裡 萬一有了個意外 我還真成了孤家寡人了呢 這項羽 染進大王的家眷已經兩年了 但今日被押到軍中 臣以為 這分明是要要挟大王 我的老夫妻兒都在相羽手上 萬一有了意外 我對得起孝行嗎 可是這天下統一大業 我又不能去想 如何是好 大王 這 為了天下著想 你可要三思啊 這個我明白我明白 此事暫不可外傳 以免動搖我軍軍心 喏 你是誰 你是何人 我是師父的持劍弟子 你師父他醉了 快來幫我一把 喏 來 好 你師父心中愁苦 今日痛癮 他只求一罪 絲毫沒有歡愚 你要好好照顧他 師父 師父你快起來吧 徒兒給您打了水 您洗把臉吧 呃 呃 啊 吕枝 吕枝 是你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是你 把玉树赶进地宫的 是你害得我们永世不能相见的 都是你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亲手杀了你 为什么我温馨若安 你把我们害得好惨 好惨 如果我下次看到你 我已经要杀了你 我要替玉树报仇 报仇 好 柳树 你跑不了 你跑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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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了你们 你为什么要杀我 因为 因为你想要杀害我母亲 你 叔父 婴儿求救您了 你就放过我母亲吧 你是小孩子 你不懂这种感情 不 刘亦明白 在这世上 母亲对我最好 她是我最爱之人 如果你敢伤害我的母亲 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在她的面前 逼死她的母亲 至于吕智 对玉树做的有什么不同 渊源相报 何事了 如果我借了心头之痕 这个孩子 就会永远成为孤儿 那我问你 就算 我和你母亲的恩怨 可以暂时不提 那你刚才伺候那件怎么算 我刺伤了您的手臂 就还您这手臂 你不害怕吗 我害怕 可我已经答应过我母亲了 无论如何 都要活下去 一只手臂 换一条性命 持得 好 把她捡起来 把她捡起来 替我把伤口包好 您不要我的手臂了 我要了你的手臂 能治好我的伤吗 非但治不好 还会让你痛一辈子 我杀了你母亲 也换不回我的御术 我们两个都会痛一辈子 孩子 你很勇敢 你是刘邦的长子 以后他一定会把皇位传给你 你会成为一国之君 刘邦不想做什么皇帝 刘邦只想让叔父放过我母亲 有朝一日 你会成为皇帝 所以现在 我不能在你心里 埋下仇恨 我希望你能够胸怀天下 心系苍生 你要懂得 施以仁正 要懂得体虚未明 只有顺应铭心 才不会重蹈暴情的覆辙 这是为君之道 刘邦多谢叔父的教导 从今以后 您就是我的师父 弟子一定会谨遵师父的教导 如此可教 你要记住 这把剑在你手里 是杀人还是救人 全在于你 你既然叫我人心对人 那您和我母亲的恩怨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 但是您也要答应我 将来 一定要善待天下百姓 我就放过你母亲 留音叩谢师父 弟子一定会如师父所说 人正爱名的 大丈夫 要言而有信 弟子明白 君子一言赐马难追 祝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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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贤弟 大哥 近来可好 你看今天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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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只要你开口 要什么都行 我想让大哥立刘英为太子 贤弟 你说什么 一直以来大哥都提倡 以孝行仁义治天下 婴儿从小就聪明伶俐 这几日我与他朝夕相处 更是觉得他知书实礼 心地纯良 想必将来一定会施仁政治天下 这不是大哥所希望的吗 再加上他是你的长子 立他为太子 那也是名正言顺 贤弟说得没错 不过 现在战局未定 我的家小又深陷敌营 我哪有心思立太子啊 常言道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将来大哥得了天下 总是要立太子的 人无远虑必有尽忧 无远虑 ين姐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 高阳 立即准备诏书 我要册立盈儿为太子 你明天就要动身了 今日我特地备下了酒席 为你送行 贤弟 我正好有一事要拜托你 请你把刘邦的蹊跷送回去 好 我一定办到 好 好 三年了 我们刚见面又要分开 真是舍不得呀 贤弟 以后没有事情 一定常来彭城看看我和小月 只有跟你在一起喝酒 我才喝得痛快 一定 来 大哥 一直以来 我始终有句话想对你说 可是又不知 该不该开口 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 是我的兄弟 就说话痛快点 好 如今天下太平 我希望你和小月 能够找个僻静的地方 安安静静地 快快乐乐地 过两个人的生活 安安静静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先帝啊 如果不能轰轰烈烈 我就不识项羽了 可是大哥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 有一天你可能 会找来杀身之祸 如果魏已生俱死 小父济恩 我们何必举兵反秦 贤弟 试问普天之下 有谁敢在项羽面前 妄自成尊 九州之中 又有谁 能杀得了我西楚霸王 我敬你 来 这一仗 你一定要打吗 兄弟何出此言呢 楚漢刚刚缔约 怎么会打仗呢 大哥你不用瞒我 现在汉帝所有的兵器库 都在忙着打造兵器 往来运送粮草的队伍 也是前赴后继 你如此立兵莫马 不是要重燃战火 又是为何 他都在那里面 是为何 也不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